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源 搜狐娱乐 王源备考期间凭被私生犯打扰 据台湾媒体报道 TFBOYS成员王源最近在准备会考 部分团体活动出现三缺一的状态 他在学校发现不断有私生犯尾随在后 怎么劝也没用 最后只好拍下影片 透过工作室公开劝阻 影片中 王源口气无 奈丽说我正在学校上课呢 可是我后面有一些人一直跟着我 接着镜头拍下后面三名女生 女生们发现入镜 立即躲到路旁的车子 影片将私生犯的脸蛋 打上马赛克房曝光 工作室发文提到频繁受到打扰 王源近期在学校准备会考 一直频繁受到私生打扰 屡劝不止 我们已避免曝光所设人员 请勿追思 留给他一些空间 谢谢大 家 现年17岁的王源 县正就读名校南开中学 他现在回重庆准备会考 被当地民众晒出不少偶遇照片 粉丝跟到学校的消息曝光 网友轮番批评抵制私生犯 离他的生活远一点 爱他就应该为他着想 拍照 你所谓的爱就是步步紧逼 为什么你一定要打扰他 不只是你想见到他 我们都很想见到他 可是我们从不会千方百 既不择手段 如果是真的喜欢他 就请远离他的生活 不要打扰到他 更不要拿爱豆 和自己的生命安全来 满足自己的私欲 张于起手抱抱抱名字 收获新心念念龙凤里包来源 娱乐我最大 张于起原标题 张于起手抱抱抱名字 收获新心念念龙凤里包 由陈凯歌指导 黄轩 燃骨江泰 张于起等人主演的 古装贺穗奇幻剧之妖猫传 将于12月22日全国上映 日前 张于起闪现帝国出席 该电影的全球首映发布会 产后首次露面戏场全开 更在访问中 大方分享宝宝名字 幸福模样 天杀旁人 代表暴戏戏的霸气女神 她本人也笑称 我是 狮子座 还真的是猫科的 与此同时 产后首度亮相的张于起 家庭孩子备受关注 她直率表示自己是个腺上腺素人格 想到什么当机立断就去做了 现在状态自己很满意 当被问到自己的宝宝叫什么名字 她大方分享 孩子的小明想过很多 最后觉得心心念念很合适 他们就是我心心念念的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心生大 怀孕的熊大林一晚上做了很多孕妇 不该做的事 来源 据说娱乐熊大林一晚上做了很多孕妇 不该做的事 相信大家都知道熊大林最近怀孕了 算起来已经怀孕有五个多月 那么现在她过得如何呢 原来她还没有停止工作 还是保持着一些工作 今晚12月18日 她就出席了一个公开活动 在一晚上她就做了几件孕妇部 该做的事 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头还有点晕 真的替她担心了 今天晚上她在香港九龙湾 出席电影手艺里 在三个工作人员的拆扶下进场 看着这架势就知道她如今有多受保护了 重点是她穿着一双十厘米 厘米以上的红色高跟鞋啊 看着她走路都替她担心 虽然已经是嫁轻就熟 但是能免则免吗 在活动还没有正式开始的时候 她坐在台下和嘉宾们一起聊天 望着旁边的人都穿着长袖长裤 而熊戴林还绣出大长腿 真是不简单 当活动开始 她就脱下了那件黑色外套 可以看到今天她只是穿着一件红色连衣裙 如今香港在晚上的天气 大概十度左右 由于南方是湿冷 这冷到骨子里面低 感受还真是不好受 怀孕的她还穿得那么单薄 确实不容易 从近距离拍摄 我们可以 看到她的运度已经非常明显了 在台上的她和嘉宾们谈笑风声 还一起喝香槟 怀孕还是不要喝就好 虽然是香槟 但是尽量少碰吧 在记者采访环节 她就表示其实经理人 就建议她穿平底鞋 不过她外美 所以还是穿了高跟鞋 至于老公郭口颂知道吗 她说 今天没给她看 我平时都很乖 只是工作要漂亮点 熊戴林又说老公最近相当紧 张 尽量不让她外出 林还透露现在都吃得很清淡 每天都有喝汤 还透露怀孕初期身体不适 孕吐接近三个月 对于郭富城之前的祝福 她就说 是吗 多谢 现场的媒体还透露熊大林 在接受访问后一度有点头晕 需要工作人员扶她到后台 休息才重新出来 她还是小心点好 熊带林坐下来接受媒体访问 刚才还说穿高跟鞋没事 现在就有点头晕了 还是稳妥一点 叫好 坐下来后还是找一件衣服穿着比较好 这样不容易受风寒 刚才有点晕可能就是因为站太累 然后吹了风 有点冷的缘故 今晚她可是做了几件孕妇 不该做的事啊 穿了十厘米上的高跟鞋 这么冷天气穿那么单薄 还有喝香槟了 虽然这些都是小事 不过还是稳妥点好了 其实熊带林的事业心还是蛮重的 从她最近怀孕后 还宣传自家运动品牌就知道 在12月11日她就在社交网 发了一条动态 看似的是简单的分享怀孕点滴 其实她所穿的运动背心 运动紧身裤 瑜伽店都是自己品牌的产品 在家里还是没有悬着 依然为品牌宣传者拼命 还有被媒体爆出她一次怀孕后 熊带林过了几天 终于公布自己怀孕的消息 当时她就爱喝上了宫 私品牌公布怀孕消息 同时也宣传一番 熊带林就像有了两个宝宝一样 相信两位宝宝都会成长起来 熊带林的事业心真的不简单 在9月份她就发出自己在电脑面前 整理自创品牌衣服的照片 算上怀孕时间 那时候她有可能已经知道自己怀上了 为了自己的品牌亲力亲为的搬货 整理其他东西 当一个新时代女性是好事 能够靠自己赚钱 可在怀孕时期还是稍微注意一下身体状况好 分享 在相关阅读 我所周知的心本 未经许的心本 也设计 我说 我看你笑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